嘿喲 聊四季 天天狼狗星 大家好 我是雷 今天要來看條隊人這場波蘭人 這場比賽也是極小地球的比賽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藍幫選者的文明是條隊人 條隊人擁有的特色是他的 不管是劍塔還是城鎮中心 裝載量是會有一些加成的 那城鎮中心是加10人口 劍塔的話是加5人口 雙倍的裝載量 那條隊人的劍塔塔弓也算是蠻強力的 但是比這個西西里的封建塔弓還要強 所以條隊人算是在封建時期 塔弓傷害最高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他在這種極小地圖的打法來說 還是偏向於塔弓 那他塔弓的優勢是挖石頭可以獲得黃金 而且他在打塔弓時 村民也可以自動回血 所以也可以利用回血的效果 去跟對方換血拿到一些優勢 那由於是極小地圖的關係 我們就先不多介紹文明的部分 好 那先來介紹地圖 那這個極小地圖呢 開局非常尷尬 兩邊的木頭都是要在中間 才可以伐木 家裡的木頭就只有100木100木 好挖板就沒有了 所以要早點去外面伐木頭 好 鹿的部分呢 一樣是會有幾隻鹿 那生物的部分一樣會有五個生物 那一樣有野豬可以吃 那這張地圖的重點 也是要趕快升到封建時代 打塔弓 畢竟這個地圖非常小 而且這個河呢是沒有海的 沒有魚的啦 不是沒有海的 好 那這邊看到道德目前有木頭的優勢 趕快想要把對方給圍起來 這邊剪下植木之後 使用自己的肉碼 分對方爆打一波 好 那這邊看到 塔塔斯拉了兩隻川民道的下方 可能是想要伐木 好 這邊高打第一再打了一刀 刺猴的血量被打出來了 16對上20滴血 好 這裡圍死 朝鎮現在想要挖木頭 應該會在這邊補一個伐木場 要下伐木場嗎 好 按伐木場 喔 下在這個位置 可以 那道德這邊是補了一個房子 大會要來準備升時代了 資源上看起來是穩定起來了 而且豬也在開始狂拉了 這邊直接把對手圍在這裡面 好 這一隻村 這肉碼想要卡住 豬 豬豬豬豬 沒有辦法 警察村民 這個肉碼應該是要送掉了 好 那目前道德把塔塔聚養在家裡 這個結果 讓他前前木頭獲取非常困難 只有兩隻村民喔 可以挖木頭 那剩下這裡 家裡的300木挖完之後 就會開始斷木了 那斷木對於塔工來說是很傷的 那現在一根劍塔是要50木頭 不像以前的版本只需要25木 所以以塔工來說 木頭在前期也是非常需要的 好 這邊看到條件是補了一個魔房 道德這邊是後面補了一個大莊園 呵 那我終於要來吃 這個果子喔 那現在 波蘭的大莊園喔 只要100木頭 在這種極小地圖裡 也會有一種 算是賺到的感覺 省了25木就是香 還可以增加這個 25 增加5人口 就等於 你下一個魔房還送你5人口 非常的好 好 目前看到條盾這邊是17匹 點下封建10代升級 到這邊可能會再慢個1匹 喔 當然這邊直接斷村 要來上去升10代了 這邊再稍微收一下肉 晚肉升上去 村民閒置來到了37秒 那我覺得這堂算是極小地圖裡面的塔攻對決喔 也是有看頭的 這張地圖應該是要打塔攻喔 太可能去打什麼樹地王之類的 我們之前頻道也有PO個幾次這個極小地圖的比賽 他們打的比較特別是打樹地王打法 那這張地圖沒意外的話就是會來打塔攻喔 好 條盾這邊升級還有30秒 這邊偷吃幾個鹿肉 開始挖了石頭 那POLAN這邊也是開始挖石頭 這邊再圍一個牧場 防止對方跑出來 反殺一波 這邊把村民稍微閒置一下 把箭塔直接插到最前方 先來空掉一個木 30代4條盾這邊優先上去了 那條盾待會有可能會被控木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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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突然這邊也是想要直接對塔嗎 看來沒有辦法囉 現在這邊是條盾的優勢 那這邊直接收村 收了大概六村在裡面 箭塔的傷害加六點塔 這個怎麼放出來了 這個要繼續射 這個不能離開 然後再放一些村民進去射擊 能射到一村就很好 好 但破爛這邊也蓋好了 OK 繼續升 那最多傷害5G也是加8而已 卡攻 條盾 封建時代加8 攻是最多了 沒錯 再放兩個人進去也是0加8 OK 但條盾現在這邊有兩根箭塔 傷害可以來到0加16 16隻箭矢 好 這邊要不要收村一下 這邊有點人數不平可 這邊上面的料盾塔只有三個人 OK 6 7 8 好 到加7了 OK 好 當然兩邊都還沒有點下冰工廠 但破爛這邊感覺快要扛 快要扛不住 箭矢數量太多 雙倍的箭矢傷害 雖然破爛村民會回血 但血量也夠慘 好 又被自己殺阿利斯 哇兩隻 四吃了 四村直接被自己殺掉了 阿倫這邊雙倍村民箭塔塔 威力還是比破爛好很多 破爛感覺要打一些阿拉伯阿 油木之類的 有這個操作空間的地圖 才可以發揮這個回血的威力 哇 這個兩根箭塔直接被拆掉了 這根看起來也沒救 破爛這邊要不要在後面直接補一根箭塔呢 在這個生物補 好 這邊想要補一下 十強 讓對手比較難出來 但這裡好像少掐了一下 還有一滴 這裡趕快補一根箭塔 讓對方不能挖木頭 這邊道德應該是要補一根箭塔 那三根箭塔全部被拔除之後 道德在後面補了一根新的箭塔 下面這裡反而沒有補 好 那條盾這裡 還有兩百木頭 現在不太敢蜥蜴的去補木頭 去補這個房子 補一些建築物 上面有一隻月月富有當中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門 好 拉了幾隻側邊直接爆打 道德在前方補了一個城門 看來要打防守戰了 他開始有點害怕 調盾的箭塔塔攻實在是太痛了 躺不住 真心躺不住 下面的地方 並沒有補箭塔去反擊 空間再補了一根新的箭塔 如果調盾這裡不趕快 不是 調盾 突然不趕快再起一根新的箭塔 反擊回去可能會打輸喔 好 下面補了一根 這根想要控木頭 但他已經拿到中間木區的部分 要被控到木頭也是偏困難了 他會有控木的問題 好 但這裡面這兩村可能出不去 會直接被射死 無能狂怒阿 唉唷 結果好像進入了 箭塔最極限的射程範圍 這個下面是沒有辦法射擊的 唉唷 被塔套阻過了一解 這兩村應該暫時不會有事 只會聰明進去決鬥 OK 進去決鬥 碰扁一波 拉個一村 解掉一村 好 變經濟場 但沒有意義吧 這邊再拉個一村過去打就可以了 好 方方還在繼續扁成人 現在道特沒有足夠資源可以 去再蓋新的箭塔 哇 最後的條盾又插了一根 風防 往前插 這隻村民還有十九滴血 然後再放個一村繼續扁他 或是把木頭挖穿 旁邊圍死 讓這村逃不掉 哇 現在波蘭有點岌岌可危 明明波蘭是前面一直在攻擊的 但是卻資源上開始被封鎖石頭了 還是要蓋一個碼頭 去挖石頭 看起來也不能蓋 這個河道太小了 好像連馬頭都按不下去 結果這邊挖穿木頭之後開始繞跑 想往後走 當然沒有機會可以逃掉 下方空地補了一個市集 這邊打算靠買賣升級上去嗎 好 這裡這根劍塔 緩集一下蓋劍塔村民們 直接補在果汁區 看起來條盾 風箭塔弓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太小了這張地盾 真的太小了 就換條盾來封鎖波蘭的劍塔陣 大家反而是 你們這些聰明已經被我們 大概十二個人包圍了 剛剛以為是破爛包圍條盾的村民 但自己變成懵中之憋 尷尬了 這裡面這個劍塔還蓋不起來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喔 再一發 完蛋被射出來 這個劍塔可能要再死一個一村 哇 波蘭的村民術已經損失非常多了 損失了十一村啊 好 完蛋了 這兩個劍塔沒了 哇 剩最後一根 裡面只剩四隻村民 OK 劍塔打贏之後 開始去打獵 修理一下這根劍塔 好 這邊直接把石像給滴掉 要來打架一波 手撕劍塔 這邊稍微微一下 不要讓條盾可以離開 那這邊手撕的代價會非常巨大 因為這裡還有很多連環塔 不管說哪一根劍塔 都可以射到波蘭的村民 但波蘭可以一次拔掉三根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後面還有一根 要不要趕快回去 完蛋了 這波前面裝載的村民只有五村 是零加四的傷害 那還是擊殺到很多的村民 不然村民術已經下降只剩到十三村了 李森封建時代史的村民術還要少 道德這邊直接搭出了GG 哇 不然這個極小地圖 塔弓的部分 還是要選擇這種雙倍劍塔料 這個射箭才會搶的文明 那如果是城堡時代塔弓來說的話 可能西西里人喔 稍微可以跟條盾互打 也說不定了 那以單純塔弓的情況下 塔弓還是更威設立一點 畢竟雙倍的裝載量 電子輸量夠多 波蘭雖然有回血效果 但以正面對決劍塔的情況下 還是很難打贏對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比賽